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那么今天的单元 我们非常高兴 再度请到陶东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想陶博士这一次来到台湾 那么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特别情商陶博士 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想在经过这一年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股市非常的火红 那么全台湾几乎 大家都在谈论入股 那么到目前这个时段 到底未来整个中国的国策牛市 会走到哪里 包括这次亚投行 包括一路一带 那么对未来中国的经济的 长远发展来讲 到底会产生哪一些变化 同时我们要把最近的 全球股市的狂涨之后 在2015年 大家如何来面对 全球新的经济情势 新的变局 我们今天要好好详细来 来讨教我们陶博士 陶博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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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这个 在最近我们看到 你在台湾 你在上海演讲 在台湾的经济日报 把它放在头条 叫陆股 大陆赚钱 黄金时代结束 那港股会更火爆 我们大概就从这里谈起 就是说 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在4月中旬 大陆突然之间 它有中国证监会 突然要对两融业务 有七项指示 这个监控大概收紧 但是同时 这个存款准备率 是降到1% 这个其实对整个来讲 国际上是震撼蛮大的 所以大陆开始在整个 包括今年有两次降息 然后让股市突然之间 还有这么大的狂涨 深圳大概今年最少 涨幅超过50%以上 上海超过30% 这个都在全世界来讲 创下非常惊人的涨幅 但同时 中国的深圳跟上海股市 大概过去六年 都没什么动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翻扬 这个牛市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怎么来看 这一轮从中国政策 主导的牛市 那么对中国经济 到底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这一轮牛市 和我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和我们公司企业盈利的预期 是背倒而驰 背倒而驰 所以它是GDP7的 是 GDP7到底是多争多假 还另外讲 中国除了有货币刺激政策 财政刺激政策 还有一个统计刺激政策 但是回过来 尽管它的走势和经济的走势 和盈利的走势 背倒而驰 但是我认为这一轮牛市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政策 施然 那么这政策倒还不光是为了 这个扶植牛市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经济现在是 在谷底 在谷底 一蹶不整 银行不愿意借钱 那么在过去的一两年中间 北京不断地推银行 试图让它借钱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各种各样的政策 没有一项奏效的 直到有一天 突然一拍脑袋说 资本市场 直接融资 对 那么试图要把流动性 注入资本市场 通过资本市场 把流动性打进到 实际经济中间去 是 那么我心目中的形象是 中国经济是一个 长寸的一个花瓶 人民银行突然一打通水 浇了过来 真正能够进到花瓶里面的 有限 溢出去的 溢出去的 进了股市 对 这是第一 是 现在A股和H股中间呢 又出现了一估值上面的 差价很大 像上海 这个你看那个上海电器 大概现在的H股跟A股 差价将近80% 是 那么由于估值上面的挖地呢 流到 香港 A股的这些钱中间呢 有一部分进入港股 那么就把港股炒起来了 对 所以 目前是为了救经济 结果是救了股市 对 为了救股市 顺便把香港股市也给救起来 是 是目前的一个 我认为资本市场运作的一个逻辑 是 如果你要是仔细看一看 想一想的话呢 的确中国经济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 的确目前的上涨幅度是非常大的 是 但是它是这个过去六个月涨的 对 美股 日本 欧洲 涨了六七年了 所以有一定的补涨的意思在 对 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都说泡沫泡沫 实际上 美国 也是一样的股市 除了Q1以外 后面的Q1 Q1 算什么Twist Operations 是 讲穿了都是救经济 经济没救起来 股市给救起来了 对 你看安倍经济学 对 看着德拉吉的这个美式Q1 对 实际上都是一回事情 对 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是 为了救一个 由于去中 金融去中介化 所以实际经济救不起来的经济 对 大量的灌水 那么最终是经济的复苏有限 资产价格的复苏 对 非常的大 非常大 所以这种现象 我最近在讲 全世界的大象都在跳舞 这个跳舞现在非常明显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角度你把这个股票市场 我们先回头看一下 美国等于是6459 现在18000多 那S&P500 原来这个669 现在也到2100多了 所以这个都是67年的 长期的牛市 德国是更可怕 德国是最高到13190点 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德国在过去这几年 涨幅至惊人 那这个当然跟欧洲的这个 现在的QE有关 英国相对比较平稳 但是累积的幅度 其实也不算小 而这当中大概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公债殖利率 也就是说欧洲其实 这个德国的公债殖利率 我看7年期以下 全部都富的 华国是室内其他都富的 如果你从这样看 他在2008年的时候 最少十年债的殖利率 还有4.86% 现在大概0.4左右 所以这样的一个 公债殖利率的下滑 大家都等于把钱赶到股票市场 所以造成欧洲股市几乎都是狂涨 所以这一轮如果这样看 就是说从中国到欧洲的德国 甚至我们看到日本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 日本的日经指数到2万了 所以全世界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 到日本四大经济体 这四次大象几乎都在跳舞 那这种大象狂舞的景象 在这个资本市场 到底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对你怎么来看 解读目前这样的景象 对于这个市场有很多的争论 是 我不太赞成那些波浪分析员 是 说现在已经到什么什么顶了 C浪的第几浪 第几浪之类的 因为这些波浪分析 预言这个危机马上会到来 是股市马上会垮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说是它已经到历史的高危 对 但是波浪分析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假设 甚至很多波浪分析员们 自己都不在 经过大脑不在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是 所有的事情是不变的 对 环境不变的话 你升到这个以后 那么历史可能重复 对 但是今天问题恰恰出在 环境变了 Q1这个事情是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 没有过的 美国藏到甜头 就好像大家都如法 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 是吧 对 你这个利率的低的程度 和过去历史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和一笔的 对 那么你怎么来去分析 通过历史的数据来分析这问题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 利率低到无可可低的时候 对 我拿起我的 这个银行月节单说 我这个月总共才有7块钱利息 对 等于没拿到钱 欧洲是要交保管费 对 还要交保管费的是吧 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个欧洲的国债 负利率的意思说 我借钱给国家的话 我不仅拿不到利息 我还要贴钱给他 贴钱给他 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 对 如果你要这么着算的话呢 股市的这些 这些盈利率不算高 所以它本一笔可以几百倍啊 没错嘛 是吗 如果你要是 你看我现在在香港的这个储蓄 我拿的利率是0.001 那么算出来 折合成PE的话是1万倍 1万倍 如果我现在手里拿的那些东西 全是1万倍的话 那么我对于70倍PE的东西 我觉得 也不利润 也不算太差 是吧 只有当你利率上升的时候 相对的这成本结构 出现变化的时候 大家对于PE估值应该怎么样 才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美国股市之所以涨到这一天 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在危机中间 大家都被危机震撼了 谁也不敢动 对 但这两年呢 从危机中间出来了 大家一拿起这个银行的账单 一看 我这钱没赚到钱呢 是啊 于是呢 这些钱全去了41K 对 那么到了41K 大家一看 这债是十年期国债 才1.8% 对 放到股市里面去 对 这个是相对资金成本 所带来的一个变化 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观看历史的数据 因为QE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对 好 如果要按照这个线量来讲 就中国现在的利率 相较美国 相较欧洲 它是高的 就是你换款利率 也到5.6 那如果按照这样来讲 它这一轮从这个存款准备均率 一定要现在18.5 往下压下去之后 它的放款利率也降了两次 它是不是在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然后再把利率水位往下降 这是它整个国家战略一部分 首先中国经济有它的特点 对 它的风险溢价应该比美国高一些 那么它应该不是零利率 对 但是呢 的确现在的这个 无论从国债的利率到央行的利率呢 有往下走的空间 对 愿意走多少 这取决于经济坏到哪里 是的 以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的话讲 他希望有一个由市场主导的资源的分配 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政府并不希望无缘无故地去干预这个市场 对 把利率拉到零去 毕竟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危机 对 但是如果经济真的是一筹莫展 不断往下走 威胁到社会稳定 威胁到就业稳定的时候 那么不排除中国进一步的大幅度的减 降低资金的这个成本 好 上一回在美国金融海啸之后 08 09年 中国政府大概4万亿人民币救市 那造成房地产非常大的狂涨跟泡沫 当然也留下非常巨大的后遗症 那这一次这个股市这样的一个狂潮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后效应 就是说你看在4月17号那个礼拜 大陆两次加起来一个礼拜的周的成交量是 6万8千亿 那是不得了的 那上海股市呢 大概在4月20号那天 它一天是11476亿人民币 所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现在大陆的股票的狂潮 现在大陆干三天 台湾要干一整年 这个如果比这个成交量是惊人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 它导引这个股市的狂牛 它当然希望它是慢牛不要是快牛 但是这个牛是非常快又奔腾 而且它经常在创造人类 历史上罕见的这种天亮 是这么大的成交量 在2008年的这个救赎方案 在温家宝的时代 它引发中国大陆房地产的巨大的泡沫 那这一次股市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 又带来另外一种灾难 这个看怎么做下去了 这个温家宝前总理那个时候 对于经济是强刺激 所以这个李克强总理 对于经济基本上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刺激 所以北京流传的这个段子 叫做温是强刺激 强是温刺激 那么李克强的是温和的刺激 这个是目前政策的一个架构 自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中南海对于增长的感觉更强了一点 更加愿意推出一些政策来刺激 刺激 那么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活跃度才增加 那么慢慢慢慢地我认为 政策的频率会更多一些 但是中国今天实际上 未必需要一个很强的刺激 因为就业市场的恶化 要远远小过实体经济 比如像PMI 投资这些的恶化程度 如果要是真的就业市场出了问题的话 它就刺激步伐会进一步加快 但是更大的一个问题是 货币刺激对于经济到底有没有效果 不一定有效 有一定的局限 你看欧洲 美国 他们用尽没有到目前为止 实体经济感受不强烈 没有一个成功的 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丧失了 所以央行出来的这些钱 并没有通过银行的传递 进入到实体经济中间去 于是滞留在金融市场中间 所以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 要远远大过实体经济所得到的好处 这是全球一致的情况 中国以后也是同样的问题 那么对于无论是中国也好 欧洲也好 日本也好 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 是要做出结构性的改革 你看最近我看有几个指标 李克强在最近也经常下乡去看企业 那他经常用的几个指标 包括像粗钢的产量 铁路的货印量 这个叫克强指数 看起来这些指数都是往下走 包括GDP现在如果7的话 等于是回到2008年 2008年第四季还有6.8 那2009年第一季最低是到6.6 那现在如果到这样的话 他已经非常接近 整个中国在这几年当中的 季度的经济成长 GDP的增长率 那这个调结构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这一轮中国调结构当中 到目前为止 你看整个它的成长力道 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包括出口成长连增率都在往下走 所以这个刺激目前这样的调结构 对中国经济的调整 包括去拉抬股市 到目前为止你看那个迹象成功基地有多高 我觉得中国在货币政策上面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对 但是在改革上面呢 高层的设计的确是推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 对 甚至有创意的一些改革方案 但是改革落地上面似乎有问题 是 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对 改革改革就是革既得利益的命 对 那么既得利益就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但是改革恰恰需要这些既得利益来推进 那我们如果看习近平的改革来讲 他第一个阶段上来之后 比方像这个薄熙来 周永康 慢慢他的一些政治的对手 慢慢都倒了 倒了之后呢 他等于是安内大概告一段落了 那下面这一段我觉得战略上看起来 国际上都很非常注目在看 包括这次的亚投行 我想最少英国参加了 欧洲很多国家参加了 这个对美国来讲是面子上不太挂得住 但是亚投行是中国真正要出去一个 非常重要的讯号 那后面大概也是可能会激起美国在TPP上面 可能有更大的动作 那这是一个 但是中国最核心的 我觉得还是一带一路 也就是说海上经济思路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 他从欧洲一直到非洲 那对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也是下一个大家瞩目的焦点 所以我们如果从几个阶段来讲 这次的亚投行到一带一路 到人民币的国际化 三个进程对中国在过去这么长时间 它是稍微这个是念念的 但是这次这么大的动作等于是中国要走出去 而且它很可能要跟美国开始要有一些竞争 我们怎么看来 从这三个大的步骤 看中国的未来的经济的一个发展的进展 我觉得实际上最简单的一种说法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对 所以它所出现的经济转型 对 它的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对于全世界的影响 一定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是吧 这是很明显的意义 同时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 对于全球增长需求的拉动 要远远大过美国 对 那么中国的一炒一动 一木一动的话 这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情况 对 我个人认为 一带一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对 但是关键问题是谁出钱 对 如果你把钱借给他的时候 还还得来还不来 是 当年马歇尔计划 对 的确它有这个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基建的需求 但是美国是当时 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的老大 对 无可置疑的老大 没有人会挑战他的 中国今天远远没有到这地位 对 更重要的是当年美国把这些钱 放到欧洲去 没有指望把钱收回来 对 除了德国还了一点点钱以外 的确也没有还出来 是 那么中国这些一带一路的钱 你以后要不要收回来 是 希腊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 欧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 你借给了他那几千亿欧元 现在你都收不回来 对 中国千里之外的 你觉得你能把这笔钱收回来 是 这是个问题 对 就说是这个 无论是从这个 在海外扩张这个基础设施 或者是建立一些跨国集团 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国际大国 对 必经之路 对 和美国有竞争 没有竞争 这条路都必须走 而且必须要走下去 是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 储备货币 这也是必经之路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 有多少是可控的风险 有多少是不可控的风险 我们不要把太多的 纳税者的钱拿过来去 去买一个 这个不着边际的梦呢 对 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怎么样控制 这个进程 怎么样把风险降低 这个我认为是值得研究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 就是中国经济在调结构 假如从这一次财经的穷顶之下 引来这么大的关注 那基本上就是中国开始要改变 它过去的 靠着这种厚重长大的高污染 这个产业去创造经济的产值 这个已经改变了 这改变以后 下一条路 中国的产业发展的道路 你认为会呈现怎么样新的变化 我觉得首先不断地提产业本身就是个问题 对 我认为中国在陆陆续续地从一个工业化的进程 一个世界加工厂变成一个世界消费者 对 今后中国的增长模式是消费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不一定一定要生产东西 对 才能够拉动经济 消费也能拉动经济 第二个呢 它的这个本身 它的产业有一个升级换代的过程 对 那么现在中国的制造业 设备制造业 甚至以后的汽车业 这都可能出口 对 但总而言之 中国经济转型里面 今天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消费者会不会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消费群 是 第二个问题是民间的投资 会不会再重新启动 是 这一轮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民间投资消失了 对 那么政府越阻态带袍的搞出了4万亿 搞出了这个中国式的QE 这个是不可持续的